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神仙这个系列其实之前就开始做 但是事实上把它抓成一个主题拼凑起来做成一个小小的系列 则是在最近一年的事 偶然因为身体上一些意外 在西医的治疗无效之后开始接受朋友的各种好意 带我去各式各样的地方 因此接触了很多非典型的治疗方式 它当然里面包括了很多是机桶啊 或者是森林鬼怪啊这一类的系统 然后因此开始以小神仙这个系列 把作品组织起来 社会的进步使得这些神怪营生起来了 我的意思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什么它隐藏起来 而是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这个东西消失了 事实上它慢慢被转换成新的形式 比较像是今天你看一个电视什么关键报告 五十一台刘宝洁这样的公怪陆离的内容 我做的这些作品其实想要触碰的 其实就是对于一些神怪想象的一些小小接触而已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